美國北部的威斯康辛州有關當局說 麥爾玉基郊外、杖樹溪市一座的錫克廟宇 星期日上午發生的槍擊事件導致7個人喪生 槍手也在其中 另外有3個人受傷 警方說涉案的嫌疑人是一名40多歲的白人 但並沒有提供更多細節 也沒有提及可能的作案動機 當地警方負責人說 一名警察與槍手在寺廟外交火擊斃了槍手 在星期日晚間 執法機構官員將調查範圍擴大附近的卡德希街區 距離包圍一座公寓樓並疏散幾戶人家 杖樹溪警察局局長愛德華茲說 聯邦調查局已介入 因為這可能是一宗國內的恐怖主義事件